每年四五月份 最适合吃什么海鲜呢 每年四五月份 当然是小张家的炙烘焙了 小张外的炙烘焙 蛋黄率特别高 都要比一块钱硬币 还要搭一箱十包海鲜 只要七十八块钱 还给大家收封包邮想吃 就来一箱尝尝 再换个词拍 做哪几遍呀 我叫小张在山东日照这边 我现在做我的这个账号 大约有一年了 全网有九十万多一些的粉丝 日常就不光是直播带货这一块 还会更新一些干海短视频 我跟我老公就是两个人 天天两口子在一块块 一条视频看起来很短啊 但是咱们在后面付出的很多努力 让观众看到这个视频 看起来很舒服 就行云流水的那种感觉 把这个视频就热起来了 然后开直播就是带了好多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咱们看一下 昨天的订单今天全部已经发出去了 我每天晚上吃了饭 大概七八点就开始播 一直播到十一二点吧 一个月收量大约在一万单左右 我觉得我媳妇挺有网感的 脸圆圆的 大大的眼睛 有点像年画里的那个小娃娃 因为她上班是倒班制的 有半天的时间 然后就跟小张商量 就开始做了这个干海视频 准备 开始 哈喽 大家好 小张又来干海了 今天的风雨点大 下午了 干海的人也不少 走吧 我们也下去看看 哎呀 这个太重了 哎呀 我知道 大石块啊 下面什么也没有呀 哎呀 赶海还是需要一些专业性的东西 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那正好做这个事情 然后请教我的父亲 老渔民他会经常带我们 教我们很多东西 其实说实话 是想逃离这种渔民生活的最开始 父亲他是做远洋捕鱼 一出去就一个月 其实我们当时那整个渔村 都弥漫着那种鱼腥味 像这里这就是 之前我们那个渔村 那边有一条路 走个十分钟就能到海边 但是现在已经过不去了 全是建上场子 全都堵上了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呗 我村里很多商品啊 都已经下架了 这是我们家的小花鱼 都是不挂兵衣 不加一粒淡水 今天48元 5斤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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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你也太差了 多老紧的了 你还可以啊 播放量都十好几万啊 因为做海鲜直播待会儿这一块 确实带来一些收入 大家都蜂拥而至 都想去做这一块 同行特别多 就是也会有一些压力吧 六点了 大部分员工已经下班了 大家阿姨们就在给大家 包一些我们主播销售区的订单 我们家现在主播有接近50个吧 员工得有个150到200人 一天日均能发到7000点左右 然后忙的时候呢 发1万到1万5 我们家主播呢 只负责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把视频拍好 你看这个大叔 也是50多岁了 也是拍这个 拍抖音的 还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 你看00后 疫情期间对于民的伤害是挺大的 上到城市下到村子 是不允许出去的 出去捕捞才有收获 不捕捞的话没有收获 最大的帮助是 他们打的所有东西都可以销售出来 如果说效益好的话 可能一个视频就能够包括很多的订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张 咱们现在无一休海了 跟老爸现在去上船下午 咱们上大船上看一看 这就是你们开船的 驾驶室 驾驶舱是吧 驾驶室 驾驶室 这是设备 就是游背头 可以开心 设备很提权的 你们就在这吃饭 嗯 一个船上有几个人啊 在这六人吃饭 六个人吃饭 够了哈 有点挤 有点挤 好杂一样 就好杂一样 像家一样 常年在船上扔 对对对 目前咱们对这个直播带货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只要是有时间 就肯定会想把这个事情 做好做得更专业 人家去肯定你 然后去喜欢你 我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 杨帆起航出发 看 这里就是我们日照 海鲜的原产地哦 海资源非常的丰富 海鲜都是从这里面 拉出来的 捕捞出来的 竟然是在哪里面 发出发